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8号星期一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连遭30家公司拒绝 川普称没钱交保证金 第五次当总统 普京赢下俄大选88%选票 华盛顿是中心枪击 两死五伤 嫌犯仍在逃 阴谋论 凯特王菲失踪后再次公开露面 看节目同时 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前总统川普的律师 周一在提交给纽约法院的一份文件当中表示 在川普寻求上诉期间 他无法获得对其4.54亿元 民事商业欺诈案裁决的担保 在此案当中 川普及其同案被告的律师辩称 他们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上诉保证金 这实际上需要接近10亿元的现金储备 川普一方表示 他们已经通过四个不同的经纪人 接触了大约30家担保公司 他们花了无数个小时与世界上最大的担保公司之一进行谈判 律师们称如果上诉部门考虑驳回暂缓执行裁决的请求 就应该安排就此问题进行口头辩论 如果该请求遭拒 则应允许他们向纽约州终审法院 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今年2月曼哈顿最高法院法官恩格隆命令川普和他的同案被告支付总计4.64亿元的赔偿金和利息 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纽约反欺诈法规 其中川普被要求支付4.54亿元 这一裁决之后利息继续以每天进11.2万元的速度增长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提起的诉讼指控川普他的两个成年儿子 他的公司及其高管多年来虚假夸大川普的资产价值 以提高他的净资产并获得经济补贴 被告此前曾提出支付1亿元的保证金不到总判决金额的四分之一 以阻止詹乐霞在其上诉过程当中收取罚金 上诉庭法官辛格驳回了这一动议 但允许被告继续在纽约做生意 并解除了恩格隆对川普在纽约寻求贷款的三年禁令 辛格的命令暂时生效 直到一个完整的上诉庭法官小组听取暂缓执行的动议 张乐霞此前表示 如果川普无法锁定现金来支付天价赔偿 他已经准备好没收其资产 本月早些时候 川普从新秋担保公司获得了9160万元的保证金 以确保他对作家卡罗尔提起的民事诽谤案 裁决进行上诉 在该裁决当中 川普被要求支付8300万元的天价赔偿 来关注俄罗斯大选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在总统选举当中 赢下创纪录的88%的选票 不出意料的第五次当选俄总统 执政下一个六年 路透社称 1999年上台的普京赢得新的六年任期 这将使他超越斯大林成为俄罗斯200多年来 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本次俄总统选举为期三天 从周五开始 鉴于普京对俄罗斯的控制 以及没有任何其他的挑战者 他的连任并不出人意料 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周日18点投票结束前几个小时 俄罗斯全国的投票率已经超过2018年的67.5% 路透社称此次共有1.14亿人成为选民 普京最著名的对手纳瓦尔尼上个月在北极监狱当中去世 本次大选当中 他的支持者呼吁俄罗斯人参加政务反对普京抗议活动 周日当天参加反对派示威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目前还没有独立统计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的投票站都有示威者 尤其是年轻人 据监测镇压意见人士的组织OVDinfo称 周日俄罗斯各地至少有74人被捕 在过去的两天里 俄罗斯发生了零星的抗议事件 一些人放火焚烧投票站 或往投票箱里倒绿色染料 路透社称 纳瓦尔尼的死让反对派失去了最强大的领导人 其他主要反对派人物 要么在国外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已经死亡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抨击普京是一个疯狂的混蛋 指出世界应担心普京一再对西方发出核威胁 几天之后普京以微笑回应称 这说明了为何克里姆林宫认为拜登比川普更适合 是美国总统的人选 来关注一项民调 根据周一发布的盖洛普民调 与去年相比将中俄列为美国最大威胁的美国人有所减少 该调查发现41%的受访者目前将中国视为美国头号敌人 26%的人认为俄罗斯是如此 虽然仍位列前两位 但较去年的50%和32%有所减少 其中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更有可能将中国列为头号敌人 民主党人则更有可能将俄罗斯列为头号敌人 盖洛普指出2024年有更多人将伊朗列为美国的最大威胁 9%的受访者这么看 2023年只有2%的受访者这么认为 在此次调查当中 还有4%的人认为朝鲜是头号敌人 比去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此外5%的美国人现在认为美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这比去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 民调专家指出这是自2005年以来 认为美国自己是最大敌人的美国人比例最高的一次 根据该民调11%的独立人士这样认为 还有2%的受访者将以色列和乌克兰列为头号敌人 1%的受访者选择了中东和伊拉克 这些国家和地区去年都没有入选 周一公布的民调同时发现 美国人对俄罗斯和朝鲜的喜爱程度最低 分别为8%和9% 与之相较中国获得20%的喜爱度 另一方面最受欢迎的国家是加拿大和日本 各获得83%的支持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 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称 周日凌晨华盛顿特区一家娱乐社时发生枪击案 多人中枪造成两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 嫌疑人为一名非裔男子目前仍在逃 警局执行助理局长卡罗尔周日向媒体表示称 枪击事件发生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西北P街700号的肯尼迪娱乐中心 他说在这个地方共有7人被枪击 其中两人已经被宣布死亡 他补充说其他5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 所有受害者都是成年人 在社交媒体X上的一篇帖子当中 该警局表示正在搜寻袭击的嫌疑人 此人是一名非裔男子中等身材 穿着浅色裤子和蓝色衬衫 警方补充说嫌疑人最后一次被看到 是从事发地步行向南边走 警方目前尚未透露枪击的潜在动机 肯尼迪娱乐中心距离首都华盛顿的旅游景点 Pancourt和国家广场不到两英里 是华盛顿公园管理部门运营的一个设施 提供户外运动设施 健身房和青少年娱乐室 根据哥伦比亚特区刑事司法协调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2023年是华盛顿特区 20年来暴力犯罪最严重的一年 枪击袭击事件增加了55% 现在正值报税季 你需要支付的税收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的居住地 个人理财网站MoneyGeek 通过评估普通公民的税收负担 来给每个州的税收友好度打分 其中税收负担低的州得分为A 而税收负担最重的州得分为F 总体上得分最差的州是伊利诺伊州 那里每年需缴纳1.25万元的州税 约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13% 不出所料 没有州所得税的州最终得分相当高 这八个州分别是阿拉斯加州 佛州 内华达州 南达科他 田纳西 德州 华盛顿和怀俄明州 但其中一些州利用更高的销售税 或者财产税税率 弥补较低的所得税收入 税务基金会表示 田纳西州和华盛顿州的销售税税率 在全国名列前茅 根据最新的manygeek分析主体而言 税收最友好的州是内华达州 在那里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约占其收入的4% 北达科他 怀俄明 田纳西 紧随其后 华盛顿 佛州 阿拉斯加 亚利桑那 密苏里和南达赫他也跻身前十 与此同时13个州的税收负担得分为D或F 对于其中的一些州 如俄勒冈州 这里是因为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而在伊利诺伊州等其他州 高财产税是一个主要因素 在manygeek的评估当中 新泽西州居民受到了高收入税和财产税的双重打击 纽约在榜单排名倒数第五 居民每年需缴纳1.05万元的州税 约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13.7% Turbotax报告称 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的州是加州 夏威夷 新泽西 俄勒冈和米尼苏达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这些州人们的负税负担最高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一套复杂的税收抵免 扣除和收入最低的标准规则 以及支付任何州税 加州最终在该榜单上排名第17 税收约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9.7% 如果以上未报税联邦政府报税或申请延期的最后期限是4月15号 凯特王妃近日频频登上了热搜 刚刚过去的周末 9位现身的凯特王妃 聚报在他位于温莎的家附近露面 但没有公开任何照片 仍无法平息有关他健康和婚姻的谣言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今年1月刚做过腹部手术的凯特上周六和威廉王子与他们的三个孩子一同访问了温莎附近的一家农场商店 看起来快乐放松健康 太阳报报道称 当天早期时候 威廉和凯特观看了乔治王子路易斯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做运动 该消息援引了现场目击者 虽然并无任何公开的照片 但这是凯特在1月份接受计划当中的手术之后 第三次公开露面 3月4号有人拍到他和自己的母亲坐在一辆车里 接下来的一周之内 他和41岁的威廉王子被拍到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从温莎堡取车离开 凯特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 导致网上关于他的健康和他与威廉的婚姻的谣言四起 然而让各种阴谋论达到顶峰的是凯特于英国母亲节当天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张全家福 在照片发布数小时之后 各大国际图片社纷纷发布了删除这张照片的通知 但尤其被操纵 照片专家和王室观察员后来发现了至少16处编辑错误 证明这张照片是用修图软件处理过的 这张照片被撤回的后果 让部分新闻媒体和公众质疑王室的可靠性 今年1月凯特住院时 英国官方表示预计他要到复活节之后才能恢复公职 根据本周末的一篇报道 凯特王妃可能会在重返公职时谈论他的手术和康复情况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意外伤害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帮你帮你